今天的雨是比昨天更大了一些 花叶在一下小后 短暂地出来了一下就回去了 看看花花上午在玻璃房里都干些什么呢 花花左瞧右瞧 在找吃的呢 花花站的比值 这身高一看就又一米八呢 咦 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桌子上也没有果果 花花发现了小床上的笋笋 果断爬了上去开吃 听到爷爷的声音 八卦小熊还往门口看 今天花花的胃口特别好 一会儿就身上都是笋壳了 终于把笋笋一扫而空了 下了小木床 花菊还从地上捡摟了一根笋 这可不像迪拜花的风格 花菊什么时候这么节约了 吃完以后 花菊又开始了找笋之旅 小竹筒里怎么没有放果果呢 花菊有点失望 喝完水花菊 不甘心又找一遍 还是算了 花菊爬上海盗船 看样子要开始午休了 咦 花菊这是在玩什么 两个手手撑在地上 自己给自己荡秋千嘛 花菊总会在不经意间 展露她喜剧熊的一面 完了一会 花菊就提前半小时打卡下班了 明天周一 花菊休息一天 花菊休息一天